早上到公司上班来杯咖啡提振精神 是许多上班族最常见有咖啡提神的一项饮品 但别以为只有咖啡含有咖啡因 像是市面上罐装红茶 奶茶或是绿茶 都是含有咖啡因的成分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咖啡因 新竹市卫生局深入邻里举办讲座 让喜爱喝茶的阿公阿嬷了解 喝茶的成分中含有的咖啡因 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咖啡或者相关的饮品 它里面也含着咖啡因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办这个活动 就是呼吁我们的市民 按照这个欧盟的一个它的一个研究 每天的咖啡因的摄取量 是不要超过300毫克 即便是一般的我们的健康的成人 那长期还是要注意咖啡的摄取量 那么避免这个可能 这个变成一个身体的一个依赖 喝咖啡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许多长辈多少也会喝一点 但是医师提醒有服用安眠药 或是气管扩张剂的长辈 要避免咖啡跟药物一起饮用 避免副作用产生 咖啡因本身目前的证据来说 它其实对身体的好处是多于坏处 所以基本上大概全世界都不认为说喝咖啡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但是因为它最主要还是会经过肝脏去代谢 所以有些药物它跟一些慢性病的药物上面的代谢 还是有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其实有几种药物我会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有必须有吃安眠药才能够睡觉的习惯的话 那您在喝咖啡的时间上面必须要有所斟酌 不是说是安眠药不能喝咖啡 而是说你在喝咖啡时间 其实我会希望建议会在早上 那因为喝咖啡再加上安眠药实际上它会起冲突 可能会让你睡觉更不好入睡 甚至会增加安眠药的剂量 另外一种是说如果您是一个慢性气喘的病人 或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 在胸腔科门层有开支气管扩张剂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您要跟医师商量 就是如果您本身有喝咖啡 或是喝绿茶、红茶的习惯的话 您应该跟医师商量说这些药物的剂量要调整 或者是您应该要停止喝这种含有咖啡因的药物 因为咖啡因本身会增加心跳的速度 那支气管扩张剂这些药也会增加心跳的速度 那两项加成之下 我们实际上会担心说您的心跳速度会过快 这跟劳工过劳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实际上对心脏是不好的 新竹市卫生局局长何秉胜表示 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含有咖啡因成分的饮料 应该在产品外包装标示咖啡因含量 在连锁饮料店等业者 依照连锁饮料便利商店 及速食业现场调制饮料标示规定 咖啡饮料的咖啡因含量为201毫克以上 需要明确标示为红色 咖啡因含量101-200毫克标示黄色 咖啡因含量100毫克以下为绿色 确保消费者知的权利 凯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